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自伏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這個查冊的過程出來 結果就被檢控 就說他發表這個虛假聲明 他一直上訴,上訴到終審法院 最後是終極勝訴 終審法院的法官就說 新聞調查 調查報道去查冊是符合公眾的利益的 這個都是我們關心的事 新聞報道是很重要的 所以判他洗脫了所有的罪名 誰知道 運輸署昨天出來開記者會 就說行,新聞記者可以查的 不過這樣,你寫封信來申請 除非涉及到這個公眾利益 重大的公眾利益 我們才會批准的 馬上生效 今天就正式生效了 這個重大公眾利益 有些媒體一定是做的 就想去查 試試這個重大公眾利益 是什麼一回事 去到這個運輸署那裏 去做這個查冊 本來在電腦裏面 就已經可以做了 打算去交這個書面申請 上去運輸署 職員就說 不行,我們不收這份表 你要寫一封信例 講明為什麼你這個查冊 是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 由運輸署長去審批 拒收申請表格 要透過電郵或郵寄書面的陳述 於是記者就做了 用電郵、郵寄、書面 打封信給他 提出要查一些車牌的資料 但是去到六、七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之後 仍然是沒有任何的消息 大家記得在這個查冊的申請表裡面 這個查冊的目的就是 什麼法律程序、買賣車輛 就有其他交通及運輸事宜 本來就是這樣的 現在就說 申請就需要是車主 或者是拿到車主的同意 聲明權益受到直接影響 用作車輛買賣的用途 保險索償 七大用途才行 但是你做新聞記者做調查報道 是這個七大用途之外 就叫做例外情況 一定要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才會批准 我想很多的記者會試試 究竟是怎樣叫做重大公眾利益 看看你什麼時候才會批准 我昨天都說過 如果做這個查冊 是查一些高官的 那個車主是高官 或者是權貴的 給不給他查呢 這個是一個 就是我認為是 一定會覺得這個是重大公眾利益的 所謂公眾利益 就是涉及這個權貴的利益 涉及這個高官的利益 怎會讓你查才行 後來也有個說法 如果這個查冊 是有機會違反國家安全的 一定是不批准 我上一段影片有說 為什麼車牌會違反國家安全呢 我想到了 就是那些 可能權貴做了一些事 不見得光的 要蓋住的 不可以讓人知道的 所以呢 當它爆出來的時候 如果要接到高官的話 這個就是國家安全的問題 目的是蓋住的原因而已 是吧 那究竟什麼叫做重大公眾利益呢 那些記者當然要問很多人 其中一個有人出來解話的呢 就是華哥 就是香港的首席護佛華哥 他又在商談的節目中說 他說 真的啊 就是要澄清公眾對新聞自由的誤解 他說國際人權公約裡面是沒有新聞自由這回事的 是保障接收資訊的自由而已 保障接收資訊自由 和新聞自由無關的 如果涉及公眾利益和社會價值呢 可以透過法律措施加以限制 跟著就說了 運輸署作為個人資料的收集者 有責任保障個人的私隱的 除非在特殊情況下 例如涉及防止罪案發生 涉及重大的社會利益 這個人的私隱都不受保護而已 他認為運輸署的修例已經平衡了方案了 好了 主持人就問了 元朗721的事件 就是說白衣人 無差別去用這個武器 包括那些很粗的藤條 木棍 去嘔打乘客 嘔打這個 就是走過在街上的人 要查那些車輛 是否在附近出現 運輸武器的車輛 是否哪一個 鄉村的鄉市委員會的人 屬於哪一個 會否牽涉犯罪 那算不算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呢 湯家驊就說了 所謂元朗事件 黑衣人白衣人事件 是否公眾利益 真是很難說 我覺得湯家驊真的很值錢 真的很值錢 他都可以說 那真是很難說了 這些黑衣人白衣人事件 所謂元朗事件 大家 沒有多少年 2019年 今年2024年 不是失憶 看著那個直播是怎樣的 黑衣人白衣人事件 是黑白衣人 無差別這樣去打 不是只是打黑衣人 是打在站裡面的所有的城下 幾乎 大肚子在那裡被人推下了 是不是 他說很難揣測 運輸署長有機會掌握什麼資訊 由他所掌握的資訊判斷 不是電台你們可以判斷的嘛 那跟著他就說 如果有人犯了罪而不備檢控 他相信有可能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的 不過 怎麼證明他真是犯罪呢 是一個問題 是喔 證明他犯罪 不是由記者去證明的嘛 不是由電台去證明的嘛 由警察去證明的嘛 由這個檢控官去證明的嘛 如果警察又不肯證明 檢控官又不肯證明 他又不肯告他 那怎麼可以說他犯罪呢 就是了 是不是 湯大壯就說 他說運輸署 即使不設上訴機制也好 處方是決定可以被司法覆核的 不存在政府說什麼就什麼 現在說出來 有沒有搞錯啊 極之不合理啊 仍然有機會是被法庭受理的 難以想像的例子必定符合 涉及中種利益的 這樣 很厲害 大壯就是 金牙大壯就是金牙大壯 他厲害的地方就是這裡 由這個黑就咬到白 由白這個咬到黑 不過 他說 他以為就是等於有人信的 說了出來 是不是 你說了出來自己信不信 我就是想搞清楚 是不是 他說 傳媒查冊 例外的情況 申請沒有列明審批的時間 湯家驊就說 定出時間對雙方都不公平 因為責任在申請人一方 如果你自己提供資料都不齊全的話 繼續去追問 考慮是不是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呢 問題是複雜的 如果次你時限構成不公平 是啊 我也覺得對的 好像有些記者去查 現在說六七個小時 十個小時都沒有回覆 是啊 不如等十年 慢慢去研究一下民主主長 換了幾個 好了 都研究不到那件事 是不是涉及公眾利益 我又不想那麼快拒絕你 我審慎一點 是不是 那就等了 等完一個 換了一個人 又換了一個人 又換了一個人 十年八載 都怕應該研究得到吧 是不是 那麼他就說了 哎呀 新安排一下 湯大將說 傳媒做車牌查冊 不是那麼容易的 是啊 不過他說 不是凡個書的 新聞就沒有了私隱的 應做法不適合 不符合人權的公約要求 噢 如果這樣過往呢 認為這樣才是正常的話呢 那我們應該更改 不符合人權原則的思維 又對的 我覺得大藏講這些 不會有錯的 又對的 為甚麼對呢 喂 新時代嘛 新香港嘛 我們想法的方式要轉一下的了 以前覺得很合理那些 行之有效的 過往幾十年都是這樣做的了 查車牌查公司註冊 啦 婚姻登記啦 這個樓宇的註冊啦 這樣 以前是 可以去 做到很多 這個 就是 揭到很多醜聞出來啊 啊 如果不是就是 怎樣查到那些權貴 哎呀 用這個手指 又不用交稅啊 將他的名字給了一個女兒 就可以了 那麼多這些東西 是吧 你可以說不是醜聞的 你說他走精臉 不過那些權貴又是甚麼行會成員 而已 那麼現在不是 做的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不應該被人知道的 是吧 省錢而已 是吧 省錢不過交少些稅嘛 庫房少些 錢 不是我的問題 我袋多留多些錢在那裡有甚麼問題 是吧 那你為甚麼要決我出來呢 讓我尷尬先 這是我的私隱來的嘛 我用盡方法去省錢 關你甚麼事啊 雖然我是官 雖然我是行會成員 雖然我是立法會議員 不行嗎 又沒有犯法 省錢 省稅而已 犯法嗎 是吧 你為甚麼要決我出來呢 就是這樣 不如那個車牌 那個人 就是 hit and run 撞到人 不故而去 你找到車牌 查他是誰 看名牌車 哇 原來這是權貴 你做記者有甚麼權資 你又不是警察 警察就可以有權查 你為甚麼要叫人出來 是吧 那個人 那個名牌車 四周圍拍 這個 雙線又 不准拍車又拍 雙線又爬著頭 看看查他是誰 為甚麼你要查 警察查的 關你甚麼事 你做記者 剛剛 是私隱來的 對呀 新時代 新香港 新思維 這些是保障公眾的知情權 不重要 因為這個國際人權公約 是沒有寫到新聞自由的 只是說資訊流通自由 資訊流通自由和新聞自由不同 大家想清楚是不是 我想不到有甚麼不同 但是由湯大仗去解 解完之後 大家都覺得 他是護法 當然要護住特區政府 連這件事都可以護到 所以說他值錢就是這裏 真是厲害 那麼今後 大家的知情權就少了很多 可能對於很多人來說 連香港新聞都不看了 他有甚麼所謂 知情權 不過 下次 有一個類似元朗721的事件 你被人打到頭破血流 看到那些人上車 絕塵而去 只能抄到他的車牌 但是你絕對不會知道 那些行兇者會是誰 因為 是不讓你查車牌 要記住這件事 是不讓你查 很多東西都不讓你查 那你調查報道根本做不到 揭發醜聞是沒有辦法揭發 所以那些有特權的人 有權的人 有錢的人 他們的醜行 就會被掩蓋 沒有人知道 新聞自由的可貴 就是有制衡 有監察 今天一樣一樣剝奪你 一樣一樣掏死你 你終審法院判了嗎 但是特區政府要改例 不需要改例 就是改行政措施 很容易而已 是不是 又是公務員做的 一件污兩件胃 你看看他出來說話 又有人跟他互發 那多好才是 每個月十幾二十萬人工 有什麼問題呢 那就繼續做 但是受害的是誰 受害的不是新聞記者 新聞記者可以做小事情 只要有什麼所謂 人工又不是轉行 受害的是公眾 湯家驊也可能受害 他下次不知被誰 弄到之後 沒有人幫你搞這些事情 沒有人幫你查 你自己也不可以查 因為可能有些事情 不是適合公眾 重大公眾來的 你以為受害者是誰呢 可能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有機會受害 權貴自己都有機會受害 這個好笑的地方就在這裡 現在一件一件剝走 這些監察和濟行的力量 一件一件剝走 很簡單而已 即是等於車子沒有了迫力量 那你就高速行駛 最後要停停的時候 是沒有腳掣去停停的 那就車位日亡 簡單就是這樣而已 好了 聊到這裡了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sup 直播我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再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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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